是有三天地方讓牠離開的 其實我們要 因為本身隻貓怕人 所以我們要確認 封到那位置 我們才可以救到隻貓 但前提也要在安全的情況下 因為始終樓高都是六層樓高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是 人要很小心 然後隻貓我們要很小心 這樣確認到 是真的OK 又可以救出來的話 我們會成為一個比較安全的距離 因為我們怕會嚇走牠 而來的話 我們也要很安全地 定到我同事的位置 因為我看你們好像高空拯救 你們好像都不是很常見 是不是 不是每次都要這樣 不是經常 但是都會說 有需要 有發生的 都會有這些 是的 其實任何高空工作都會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險 所以我們在預防安全措施上 我們會確認到 確認到我的隊友出去是安全的 我們才會出去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們會選擇出去 又或者我們可能有機會會拖一些專業人士 例如可能 對貓來說 就不一定會活起多一個很大的重量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就不可以選擇 一般的一件事